美國蓋回美國領事館 其他類的還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水典 這些都蓋回自己的領事館 所以暫時之間一個鼓浪序 上面只有1.78個平方公里的地方 蓋了13個國家的領事館 而且每個國家都按照自己滿國的特色 所以在上面建築就變成萬國建築鑊 然後在今時今日當然有些已經是爛了 有些已經是拆除了門份其他的建築 但是上面還可以就存很多國家的領事館 然後不單止這樣 當然有錢人家都可以去島上擺地 然後去建造航空 所以整個島上面 暫時之間就全部都是有錢人家住在上面 看到有多少棟呢 總共建造1,014棟別墅 在這麼小一個島上面 有1,014棟別墅這麼多 所以我們天天去到鼓浪序上面所看到的 我用金銀的眼光去看 因為可能很多在香港住的都是別墅 但是我們要用歷史的眼光去看 即是說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裏面 中國很多人連住都沒有定住的時候 在這個島上面有這麼多的別墅 1,014棟 是個什麼數字 但是很可惜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1,014棟別墅 是不可以進去看的 因為1,014棟別墅裏面 唯一對外開放的是一棟別墅 就是海天堂扣 唯一的一棟 這一棟不是直撇嶺膏來的 這棟是海天堂 海天堂是由天同海為鐵扣的一棟 中西合璧的別墅 然後裏面它可以放給別人看 是因為做個代表性 可以了解整個古浪序的歷史 古浪序上面曾經的名人名士 之後來說 就是說 到了這個海天堂 就可以了解整個古浪序 未到那裏 根本就不知怎樣叫古浪序 原來裏面還有兩場騷 郭建省有很多行 是加入世界遺產的 2006年 很榮幸 其中的一行 今天我們去看的土樓 在2006年是加入世界遺產 這個是文質性世界遺產 但是在福建省 還有兩行 是加入了世界遺產 但是屬於非文質的世界遺產 這兩行是什麽呢 一行是曾經皇帝最喜歡聽的藍音 藍音來說 當然這裏的藍音 你們未聽得明白的 因為是文藍話 但是那種旋律 就一定聽得到 這裏是幾種旋律 幾種旋律 幾種旋律 平律的一種 是有一種特色的國通 藍音 這裏是加入了世界遺產的 是非文質的世界遺產 是皇帝最喜歡聽的 另外還有一場就是 小孩子都看得明白的 老人家都一樣看得明白 龍的都看得明白 為什麽呢 是雅騎 但是呢 是非常之精彩的 就是無狗器 以往大家所看的 無狗器可說是拉線扯的 這裏無狗器不是 這裏無狗器 可以加得入世界遺產 它是拍手 真的用手 靠腳又叫掌蹤器 靠手真的這樣去轉 那些動作精細到每一部份 所以這裏 我看十次 十次都不厭 所以這裏是加入世界遺產的 在非文質的世界遺產 那這兩條騷子呢 目前呢 都在德海天堂裏面有得看 所以你說呢 沒有狗器 沒有狗器 看到 我們都有看的 不過我們行情中沒有 行情中沒有 然後我們說 在古浪最上邊 所以這1014度結水 其他都沒有對外開放的了 所以今天呢 我們帶到大家所走到的 譬如說 美國領事館 英國領事館 日本領事館 德國領事館 等等這些 都是指完 現在 現在沒有他們的份的了 因為這個是它以前 在那裏霸佔的地方 建立的碟墊 所以我們指前 前 什麼 什麼 好厲害的 照火 然後 小心 小心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過去了 不要過去了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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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火燒車 怕它爆炸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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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怎麼兩條都站在這裏看呢 沒有發揮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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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夠火 塞車 什麼時候沒有發揮 等它燒完才走 它還有一些貨在裡面 等一下有人不整 它會報警 有警車的 高速公路就一定有人來 有警車的 小火車才叫 是啊